第260集 再次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燃烧于手臂之上 力量骤然扩大 小畜生 你感受过绝望吗 哈哈哈哈 燃烧精血也要杀我 夜沉嘴角出现一抹森寒 可惜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父母 所以你该死 伴随着话语落下 夜沉脚踏苍龙幻身觉 身形诡异闪烁 本命灵符直接寄出 一道灵符瞬间形成 被他握在手心 直接捏爆 他的手心瞬间涌出了 无数道雷电 狂风席卷 风云变幻 夜沉身体之内 以丹田为中心 无尽的真气 如同洪水滔滔被抽取而出 几乎一身之力 全部凝聚于一招之上 强大的真气催发之下 恐怖的力量彻底爆裂 郑人爵感觉到不对劲 强大的气浪将他冲飞 我燃烧精血 居然还敌不过此子的力量 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落下 夜沉五指扣在郑人爵的脖子之上 从现在开始 我和华夏五道总局的恩怨 就此了结 郑人爵 眸子邓大 想要反抗 却发现 夜沉手心涌动的雷电 缠绕着他全身 他动弹不得 你 话还没说完 他的脖子直接 被夜沉捏爆 鲜血如喷泉一般射出 而同时 何长老的一掌 已经落下 夜沉下意识凝聚隐障聚挡 屏障碎裂 夜沉杂飞出去 一个翻滚 稳稳地落在悬崖的边缘 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那巨蛇虚影 带着极寒的冰冷 向着夜沉而去 夜沉伸出手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淡漠道 本命巨蛇 是你的骄傲 雪龙 出来 咆哮之声落下 天地之相 都隐隐地被夜沉调动 悬崖下的岩浆翻滚 一股血红的煞气 从夜沉体内散发 何长老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夜沉分明已经被自己 逼入到了绝境当中 他分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呀 但是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绝境当中的夜沉 竟然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气势 突然 夜沉体内涌出一条白尺血龙 血龙冲出的刹那 直接钻入岩浆之中 数秒之后 一股包裹着滚滚火焰的血龙 冲出岩浆 浮现在夜沉背后 那火焰血龙 更是如同天地危压 让人心中胆寒 龙吟响彻 何长老的巨蛇虚影 直接碎裂 在血龙面前 一切虚影都将是泡沫 这一刻 整个龙脉之地安静下来 随时准备燃烧精血的百里熊 呼吸仿佛停止 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看到的画面 一人一龙 屹立于天地之间 青年冷傲 身上透着一股帝王之气 神龙咆哮 居高临下俯瞰众生 这画面 他发誓永生难忘 他本以为一切是幻觉 但是那龙吟之声 让他无比清醒 夜沉的体内 竟然有着一尊血龙 百里兵也是被吓住了 看着那满身火焰的血龙 一屁股坐在地上 关键 这画面让他震撼 他生在百里家族 也算是见识过一些世面 但是此刻 他真的无法说清 朱雅倒是淡定了几分 这血龙 他不止一次见过 但是和上一次相比 血龙倒是庞大了不少 这血龙 难不成还会随着夜沉 实力的强大而变大 会不会有一天 夜沉真的掌握了一条龙 翱翔九天呢 想到这画面 朱雅还是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应该不可能存在吧 远处的何长老完全说不出话来 突如其来的打击 简直就像是重锤 将他的心脏都要轰击得四分五裂了 他能成为断魂门的长老 完全是依仗这条巨蛇虚影 他已经算天赋异禀的存在了 这巨蛇虚影 不知道帮他斩杀了多少强者 但是这一刻彻底碎裂 关键 他想再次凝聚也不可能了 蛇怎么可能和龙相提并论呢 你到底是谁 何长老不可置信的退后了几步 惊恐的 杀你的人 雨落 夜沉冲了出去 斩龙剑握在手心 血龙伴随左右 一人一龙 带着极强的气势冲了出去 何长老清醒过来 冷哼一声 哼 就算你有血龙虚影又如何 你刚跨入离合境 怎么赢我 何长老根本顾不得一切 直接朝着夜沉杀了过去 不杀夜沉 使不罢休 巨蛇虚影被毁 就相当于毁了他的根基 两人实力差距虽大 何长老高了他几个小境界 离合境之后 小境界也不简单 但是有了血龙和强大的武技加持 他又何惧 杀 两道剑一碰撞 两人的剑纷纷挣脱手臂 极强的反振之力袭来 何长老退了一步 而夜沉退了整整三步 血气上涌 看来区区几个小境界 差距也是巨大呀 夜沉压制血气 难难道 何长老见夜沉如此不堪一击 哈哈大笑 刚跨入离合境 还敢和我斗 只要你把你的武技全部告诉我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如果你还不识相 那不好意思 我待会儿就用密法得到你身上的秘密 此刻的何长老气势强到极致 他甚至忘了那条猙獰血龙的存在 夜沉五指一握 斩龙剑出现在他的手心 他抬起头 眸子闪烁出一道金光 你说 你想要我身上的武技 何长老点点头道 你我实力差距悬殊 你若交出 我可以考虑既往不救 夜沉笑了笑 丹田真气凝聚 更是服下了几颗丹药 其实你刚才看见的武技不是我最强的武技 我这里有一道最强的存在 送你 你要吗 何长老听到这句话 毛子一缩 虽然警惕 但还是道 什么武技 破天剑意 第二是陨落星辰 夜沉一声怒吼 血龙直接从天而降 涌入他的斩龙剑之中 斩龙剑仿佛燃烧了起来 他从没有施展过第二剑 他很好奇 第二剑的力量离合镜 以及血龙的加持之下 他可以勉强施展一剑 他想用何长老的鲜血 来祭奠这第二剑 夜沉气势放开 强大的真气涌动全身 手中斩龙剑总横交错 剑身处杀意彻底爆发 剑意如星辰一般杂落 密密麻麻 无处遁形 感受着那恐怖的气势 何长老脸色大变 他的心中竟然生出了恐惧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自己阻挡不了这一剑 这小子不是刚跨入离合镜 就算有那血龙 也不可能这么恐怖啊 如果被击中 必死无疑 何长老不再多想逼出了一滴精血 精血还未射出 密密麻麻的剑意已经落下 如陨石砸向大地 他用尽全力躲闪 却发现根本没地方可躲呀 他用长剑阻挡 剑却断了 此刻的他仿佛 遇到了山岳的阻拦 无尽力量反阵而来 让何长老双臂 只感觉要崩断一般 汗水瞬间流淌而下 看着夜尘 何长老一脸不可置信 他用手阻挡 手也断了 真气屏障瞬间碎裂 无数剑意落在他的身上 他的全身都是血洞 触目惊心 我是断魂 话还没说完 何长老便倒在了血泊中 而夜尘也是感觉 丹田真气全部消失 他已经控制住 破天剑意第二剑的力量 只不过才发挥六层的力量 六层力量就耗光了他的真气 如果自己全力爆发十层 死的可能就是他了吧 他吞服大量的丹药 气息才好受了几分 不知不觉中 他全身都是汗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出现在他的身边 一道带着玫瑰香味的手帕 小心翼翼地给夜尘擦拭 夜先生 您感觉还好吧 夜尘看着朱雅纤细的手 以及那白色手帕 摇摇头 没事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百里熊 和百里兵的身上 两人宛如实话 眼眸都要瞪出来了 谁能想到绝处逢生 竟然是因为一个青年 百里熊的武道实力震颤花下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因为一件事 而内心动摇过 但是这一刻他真的动摇了 这次他中了正人诀 和断魂门的圈套 被千人围堵 本以为必死之局 但是夜尘却成了破局之人 不光将他从鬼门关拉回 更是斩杀正人诀和断魂门强者 他真的想知道 夜尘是怎么做到的 夜尘走了过来 目光淡然地看向百里熊道 你的伤感觉怎么样 百里熊活动了一下身子拱手道 除了双脚麻痹几分 其余没什么大碍 百里熊在这里 谢过夜神医的救命之恩 我也为华夏谢过夜神医 你如果真要谢我 我要你在京城守住的那块地 夜尘开口道 这是母亲的心愿 不管是为了母亲医或者父亲 甚至是为了回击江家的无情 他都要建立华夏第一家族 既然危机消失 夜尘便提起了此事 百里熊一正 倒是没想到夜尘会提起那块地 夜神医真的需要此地 此地和我妻子消失有些联系 我这几年留下此地 就是为了留下当时的线索 我希望有一天科技先进了 能够查到一些东西 不管我妻子 是死是活 我都不会放弃 夜尘听到百里熊的话语 好奇道 你妻子是突然消失的 还是什么原因 好奇道